甘暑与立法 几何原本出版第二年 徐光启在上海市中甘暑 这当然因为发生了变故 一玩几何原本后 徐光启的父亲就在五月份去世 按照规定 他必须辞去公职 回老家守丧三年 这个请求照例得到恩准 徐光启也在八月份启程南下 据说他们一行刚上船 北京就暴雨倾盆 徐家寓所全被淹没 只有已在周中的徐光启和灵鹫 安然无恙 很自然的 这被解释为孝感于天 并广为传送 没想到第二年 江南也遭遇水灾 大片农田被淹 房屋被毁 人祸为渔鱼 徐光启紧急上书朝廷 建议留税金 镇继苏州 松江和长州 拨款镇继杭州 湖州和嘉兴 这个方案被皇帝批准 无数民众得以存活 但这只是应急之策 并非长远之计 必须有科学方法 让人民永久性地免于饥荒 的确 粮食产量不足 从来就是中国的问题 据未必精准的统计数据 这个农业帝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 耕地面积却只占十二分之一 而且主要在华北平原 以及长江的中下游 不幸的是 这两个地方很容易遭受水灾 历朝历代只好接近全力兴修水利 却仍不能幸免于难 更何况 并非所有地方都能种植小麦和水稻 其他地区 其他地区又该如何 灾后重建也是问题 此刻的江南能种什么 徐光琪想到了甘蜀 甘蜀走出美洲是大航海的结果 传入中国则应该有多种途径 福建常乐人陈振龙无疑是功臣之一 他在菲律宾经商时发现了甘蜀 便将甘蜀藤混编到绳索里 躲过西班牙海关的检查 满天过海带回了中国 与此大致同时 广东人陈毅也从越南将其引进 由于来自藩邦 所以也叫藩蜀 实际上甘蜀应该早就来了 因为万历四年的云南地方治 就有种植记录 更传奇的故事属于广东垫白人林怀兰 这位医生治好了越南公主的病 由此结识甘蜀 只不过他没有陈振龙聪明 因此在海关被截获 幸运的是 官将为其精神所感动 宁可投水自尽 也让林怀兰将甘蜀带回中国 这些故事哪个是真 也许都是 不过陈振龙种植成功后 也只是将它作为外国的新鲜玩意儿 馈赠亲友 甘蜀作为粮食作物 要到后来 立马斗在江西改川儒服那年 福建发生饥荒 陈振龙的儿子陈经伦 正好是巡抚金学增的幕僚 便向他推荐了甘蜀 金学增发现 这东西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立即在境内大力推广种植 结果是大获成功 依靠甘蜀活命的当地人 竟多达80% 此后 中国人成为大规模 接受新事物的群体 来自美洲的粮食作物 遍地开花 于是 从清代的乾隆后期开始 中国人口也狂飙式地增长 最终有了四万万同胞 对此必须说甘蜀功不可没 当然 还应该加上玉米和土豆 徐光启的甘蜀种 就是从福建莆田弄来的 不过引进之后 他也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可爱的甘蜀 虽然不怕风吹雨打 病虫害 却怕湿怕冷 难过冬 难怪最先种植的地区 是广东和福建 经过试验 徐光启用稻草 克服了困难 按照他发明的两个办法 甘蜀的快和疼 都能平安度过湿冷的江南之冬 解决了流种过冬的问题 剩下的就是繁殖 甘蜀是扦插方式 无性繁殖的作物 扦插前先要育苗 这两方面 徐光启也都有发明 育苗有切块直播法 扦插有碱晶分种法 至于改良土壤 也有切实可行的方案 保证甘蜀 茁壮成长 其实 市种甘蜀 只是徐光启农学研究的一部分 它还系统总结了 南方稻田的汉作技术 和棉花的栽培经验 包括在稻田里 种小麦 种棉花 种油菜 以及小麦和棉花 水稻和棉花的轮作 它的农业试验 也不止于在上海 研究范围 更是涉及方方面面 崇祯元年 67岁的徐光启 第五次进京围观时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已接近完成 后来 这部书由陈子龙等人修订 刻板复印 并定名为 农政全书 但这跟它翻译几何原本 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在富国强兵的愿望 实事求是的精神 利马窦去世六年后 南京礼部侍郎沈雀 发起驱逐远移运动 徐光启上辩学奏书 为养鬼子辩护 其中有云 苟立于国 远近何论言 这是远远高于 华夷之辩的见识 科学技术 原本不分国界 兼收并蓄才是中华文明的本色 只要立国立民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学习西纳 拿过来为我所用的 无论是难懂的数学 好吃的干暑 还是管用的太西水法 和西洋大炮 不过 徐光启最后的岁月 献给了修改立法 说起来 这也是久一不绝的事 建国之初 朱元璋就确定以大统立为官方立法 以回回立为参考资料 然而 前者其实是元代 郭守静受实力的翻版 后者也年代久远 难免缺憾 结果预测不准的事情时有发生 修改立法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可惜 那是祖宗惩罚 再说 此前又哪有更加先进的方案 因此 正如识人所说 非为不敢 以不能 变化发生在崇祯二年 钦天剑和礼部侍郎徐光启 分别预测五月初一的日时 结果 使用大统立和回回立的钦天剑 颇有误差 使用西洋立法的徐光启 准确无误 于是 徐光启趁机请求修改立法 很快就得到皇帝批准 有了圣旨 徐光启立即组织立局 招聘人才 只争朝夕地干了起来 即便后来以礼部尚书 兼内阁大学士 也仍然主持撰写立书的工作 直到崇祯六年 才因病辞去立职 交由山东参政李天经负责 李天经也不负厚望 在徐光启去世后 继续他未静止事业 于崇祯八年完成 全书一百三十七卷 其中三分之一为理论部分 这就是著名的崇祯立书 那么 大明帝国改立法了吗 没有 因为有人搅局 岂先是保定府满城县平民 魏文奎上书朝廷 推荐自己的立书 被徐光启驳回 但是徐光启去世后 魏文奎又浮出水面 结果是四甲争鸣 主张大统立的钦天剑 主张回回立的回回科 魏文奎的东局和李天经的西局 孰优孰劣 只能等待实践的检验 结果不出所料 崇祯十年正月初一日时 李天经的西局预测最准 眼看新立书即将法定 东局负责官员郭正中 赶紧跳了出来说 中立必不可禁费 西立必不可专行 四立各有短长 当参和诸家 兼收西法 这个表面上不偏不倚的说法 触动了帝国敏感的神经 徐光启的新传暂停下水 有人作梗 毫不奇怪 按照明代制度 立官是事业 祖孙父子代代相传 如果说前妻还有改革可能 后期就只会报残首缺 故不自封 改立法其实是杂饭碗 岂能赞成 李天经则坚忍地继续努力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 他制定了下一年的新历 并且做出种种预测 这时天子已经深信西法缜密 到崇祯十六年 西法的精准又被三月初一的日时 再次验证 这样一来 争论已没有意义 崇祯皇帝也在八月下诏 称西法果密 即改为大统立法 通行天下 可惜第二年三月 他就字役于眉山 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李天经却没有跟着去死 他归顺了李自成 指认光禄寺少清 后来又归顺了大清 官居通政司左通政 不久他因故降级 以后就告老还乡 以八十一岁的高龄 寿中正寝于老家 景州无桥 再也与新历法无关 新历法则被大清帝国采纳 崇祯帝驾崩半年后 清氏祖弗林就迁都北京 在此之前 新历被一个洋鬼子 献给了先期到达的摄政王 多尔滚 并被命名为石县历 这个洋鬼子 名叫汤若旺